我们看到有用一对的方式 领着韩国瑜进场 而且进场的时候 放着是火战车 这一首世界之谜的名曲 其实这感觉就是有一种 要奋斗要来上战场的感觉 意味非常的浓 当然因为这些乔宝们 都非常希望韩国瑜 能够来选2020的总统 在悠扬的音乐声中 乔宝们身穿定制的服装 手举旗帜跟着节奏 用一对的形式彩排 晚间在韩国瑜下他的饭店 将举办一场700人规模的 盛大洛杉矶桥宴 饭店大厅已经非常热闹 这里就是韩市长 下榻饭店的大厅 这几天人特别多 当然除了你看到满满的脚架 因为在这边 有很多很多的媒体记者 三不五时都一定要守在这边 因为韩市长可能随时会出来 但是其实在这边 很多出现在这里的客人 根本不是入住这的房客 而是韩粉 因为他们都希望 能够看到韩市长 韩粉等的就是这一刻 在饭店大厅一见到韩国瑜 马上高喊要他选总统 很多韩粉没有抢到晚宴的餐劝 但还是赶来 想一睹韩市长的风采 韩粉有一位最幸运的韩粉 则是在科技公司遇见了韩市长 后来他就本人就非常亲切 跟我们打招呼了还握手 这位韩粉运气最好 不但跟韩市长换到了名片 还翻开手机 跟夫人李加分的合照 侨豹的热情 让这场晚宴还没有开始 就已经热闹滚滚 记者陈建安 吴奎言 邵玉敏 周玉琴 美国报导 请不吝点赞 周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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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玉敏